看过了吗 夏主管 这是你要的文件 叶峰 从今天开始 你被降职了 什么 夏主管 为什么呀 你总得给我个理由吧 因为你手下的王东 比你更适合这个职位 王东 他一点经验都没有 他根本就不 赶紧去人事部 先岗位调动通知书吧 真是一刻都不想看见你 等一下 把你的垃圾 给我清理干净 叶峰 你就是个垃圾 不要整天抱一些 不现实际的幻想 垃圾 就该有垃圾的样子 昨天一天 我要让你跪下来 唱征服 陈哥 这是 你搞这么心情 是校友 那陈哥 你快点 老子现在就让你好看 你这么快就完事了 就是我最近一段时间应酬比较多 到现在还没有缓过来 要不咱们今天就这样吧 真讨厌 人家才刚来兴致 宝贝 你别这样 咱们现在就去酒店 我订个房间 让我好好休息一会儿 到时候等我缓过来之后 我再好好疼疼你 死鬼 走吧 走 真是人生处处要清晰 这对狗男女 打压剥削老子这么多年 总算再在老子手里了 我要把我所有失去的东西 全部拿回来 陈哥 我要在这儿 郭老师怕被别人看见 看见 看见才他们刺激呢 是叶峰 接啊 喂 今天是怎么结婚纪念日 我想带你吃蛋饭呢 老婆 你怎么了 你在干嘛 我在车里 快来了 老婆 老婆 张雨飞 你在干嘛 他是 我老板看我下班时间太晚了 送我回来 你发什么毛病 就是啊 哥们 我替你照顾你老婆 你不感激就算了 怎么还恩将仇报呢 报你妈 叶峰 你赚钱没什么本事 老妖还挺一套一套的 你要是再这样的话 信不信我跟你离婚了 我废物 还不是为你弟弟 要我他们早生副总了 就你啊 作为垃圾就要有垃圾的觉悟 你老婆不错 润呢 你 你个废物 你敢打我 我不想要打你 我还要弄死你 叶峰 你长本事了 连我的话都不听了 小哥 你先回去 行 小子 你给我等着 这事没完 郑与飞 我不会轻易和你离婚的 至少现在不会 咱们走着瞧 你说啥呢 讨厌 谁让你进来的 给我滚出去 我要是不滚呢 叶峰 你这个窝囊费长本事了是吧 给你降职 只是让你长长记性 你信不信 我现在就辞退你 可以试试看吧 不过在此之前嘛 我不建议让全公司的人 都看一看 夏主管 这个身材 叶峰 你可真是个混蛋 你还是个男人吗 我是不是男人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 至少比那个程阳 强太多太多了 说吧 多少钱可以筛食品 提前多俗啊 那你想要什么 我想要 你呢 这不可能 话别说得那么早 程阳能满足你吗 看到墙上那个石钟没有 我可以带着你 用纷针绕上一圈 怎么试试 或者这样 以后呢 公司明明要上厅 自己下厅 你以为 我现在答应你 程阳就会放过你 你只要 服从我的命 就拿 至于程阳那个狗东西 我根本就没放在眼里 他还说什么了 他还说什么 让我陪他 但是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人 我死都不会跟他在一起的 他妈的 这个小兔子孩子 那次他妈得让他知道 我的厉害才行 去 把他给我救过来 张思哲这天杀歪眼 家里有林楚楚这种天仙 竟然跑出去和别人搞破邪 不过啊 这女的看起来不太好接近呢 这谁啊 这么正点 干什么 有事啊 这里 是我珍藏的照片 你不是会那什么AI换脸吗 你把里边的女的 换成隔壁商务部的林美宇 你知道是谁吧 王东 你还真是个咋咋 不给你换 叶峰啊 我给你脸了是吧 那边藏了 王东 你是不是忘了 当初 你哭着跪下来求我 让我给你找客户啊 你刚才有这个事呢 你不要胡说八道 我告诉你 现在我们的关系 可是上下级关系 你说话给我注意点 吵什么呢 别说了 别说了 夏主管 叶峰他不服管教 我教训他一下 他还挪不到你教训 你要是不想干的话 就给我滚 魏叶峰 程总找你 我现在心情很不好 以为我回去再找他 你 夏主管也在呢 老程 这大中午的 找我什么事啊 老程也是你教的 叶峰 你他妈别太过分了 老子有的是 怕我治你 我是什么实力 老程 你是最清楚的 你这个位置 坐得稳不稳呢 心里有数吧 当然了 也不着急 拿回属于我的东西 不过 我这人很讨厌 和蠢人说话 你知道怎么做了吧 哼 知道 好 诚哥 我们就这么算了 哎呀 宝贝放心 这小子得瑟不了多久 我有的是办法治他 那万一把他惹急了 他会不会 那倒是不会 这小子知道权衡力弊 不会轻就妄动的 咱们就等着看吧 怎么不小心摔了他的看 他应该不会发现吧 张哥 你怎么才来啊 怎么 小宝贝 吵极了吧 张哥 你先别急 请去洗一下 妈的 张雨飞 敢刷我的卡 和别的男人鬼混去了 我真是小看你了 喂 林总吗 你是谁 公测大战看了吧 我就是视频里那女的老公 我想跟你聊一下 我老婆和你老公里的破事 林总可比照片上漂亮多了 废话想说 怎么解决 其实啊 这件事很简单 你老公怎么对待我老婆 我就用同样的方式 怎么对待他老婆 不行 别的要求我可以答应 但这个绝对不行 既然林总不愿意 那我们继续聊下去 也毫无意义 不过 我听说 林总刚上任运营部的负责人是吧 如果这个视频筹没爆出去的话 林总的位置 保不保就不一定了 等一下 等一下 只有这一次 如果你下次再敢用别的要求来威胁我 我一定会动用我所有的财力和关系 来让你闭嘴 我带你去个地方 好 我就这么对待你一次 以后除非你主动找我 开门 不会是叶峰来了吧 不过就是个窝囊废而已 是他又怎么样 你谁啊 我还想问你 你他妈谁啊 宙男 姐 姐 姐 你这 玩挺嗨啊 这是你弟 你来这干什么 还不是那个废物 叫我来这里拿钱 叶峰 他人呢 没见着啊 估计是不敢来了吧 不过 我姐可不是白睡的 拿钱 正男 你说什么呢你 想要多少啊 你什么意思啊 叶峰那个废物都给我五十万 你打发叫花子呢 先人跳 都他妈跳到老子头上了是吧 不是 一个烂大街的货 就值这么多 我操你妈 不要打了 打起来 像正男这种垃圾都能把你老公打一顿 你老公这床上床下工作都不太行啊 你把我叫过来 就为了看这一场戏 林总 我就是想帮你一点小忙 也方便你以后更好地拿捏张子车 拿捏他 暂时还用不当你 哦 是吗 你干什么 林总 你可别忘了 他们的事情结束了 咱们的抱负 才刚刚开始呢 你妈的 你说你这老子 你说什么呢 我怎么听不懂啊 你把老子骗去酒店 结果你 够了 叶峰 你看 小南要订婚了 现在啊 就缺一套婚房 我记得 你们家好像给你准备了一套是吧 你把那套房呀 就转到小南的名下 可以 我就知道你是个好孩子 两百万 什么意思啊 您把两百万打得我卡上 明天我跟您过呼 你耍老子呢 这话什么意思啊 不是 你们要房 我要钱 天真地义吧 叶峰 你不要太过分了 你要是再这样的话 我们就离婚 离婚 好啊 首先 把你弟 欠我的那五十万给我 那些我都不要了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那是我姐给我呢 你姐 你姐她就是一个一无是处的花瓶罢了 她哪来的五十万 她给我什么来的 靠被别人睡觉是吧 叶峰 我他妈 我他妈弄死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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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 别走 你们这一家 真是够了 以后你们家的破事 别来找我 在这边吧 我在公司打的第一场翻山仗漂不漂亮 就看能不能拿下打了 王冬坑了三个月都没能拿下的订单 看来这你的不好搞啊 放开我 放开我 再加王冬自己 快点 哎 朋友 干嘛呢 叔叔我不认识他们 他们是坏人 朋友 自己家孩子不听话 我管教管教 识相的 就当没看见 懂吗 怎么样 管你给我滚 今天就到什么都没发生 你给我挡着 小朋友 没事吧 嗯 贝贝 贝贝 离我还最远一点 不然我报警了 贝贝 你没事吧 吓死妈妈了 您就是沈京云吧 你认识我 你到底是什么人 妈妈 刚才有个坏人想抓我走 是这个叔叔救了我 是吗 不好意思啊 刚才误会你了 没事的 正式介绍一下 我是飞扬科技 市场部 叶峰 你也是来推销商品的 和同带了吗 有一个事情 我想要说明一下 我希望 您是真的认可我们飞扬集团的产品 而不是因为 刚才我救了您的孩子 我会认真考虑的 叔叔 你刚才像奥特曼一样帅 叶峰 你他妈够恶心的 老子忙前忙后 跟了三个月 被你个畜生捡便宜了 王冬 你说话给我注意点 你跟了三个月的单子 被我一上就搞定了 以后出去了 千万别说是我的徒弟 我丢不起这个人 你他妈的 闹什么呢 王冬 这里是公司 不是你能塞椅的地方 你要是能干就干 不能干就孤鬼 小姐 沈青云那个像 我跟了三个月 马上就要前程了 被这个叶峰抢了 什么叫抢 就算再给你三个月 你一样是搞不定的 人哪 有自知之明 你 够了 叶峰 跟我来看办公室 你以前招惹我 是我不想搭理你 以后 给我加起尾部做人 你要再敢招惹我 我让你在这个公司里 耐不下去 叶峰 你好大的胆子 你放开我 昨天晚上 是不是又和程阳 去厕所玩了 关你屁事 你是个聪明人 应该知道 什么叫审时夺势 我为公司拿下 那么棘手的单子 就证明我的能力 远不止于此 就算没有视频的事 你觉得程阳 在那个位置上 能做多久啊 年轻人 气包要太胜 会吃亏的 不去胜 那叫年轻人吧 我警告你 别招惹我 要不就试试看 诚哥 你看他那得意忘形的鬼样子 你赶紧想想办法呀 这个混蛋虽然可恨 但是你不得不承认 他确实很有实力 咱们气归气 可是谁又能跟钱过不去呢 那咱们就任由他摆布呀 再过一个月 就是季度总结了 先让这个小子 帮咱们冲出业绩 到时候再把灯 弄到陆北省 找人对付他 我还真就不信 这个混蛋 还真有三头六臂不成 还是你厉害 那你想怎么讲六啊 小妖精 老板 开会了 行了 知道了 孙凯 你他妈是怎么跟进的 合作了三四年的大胆子 怎么今天突然间要跟我们说 终止合作 沈总 这次没能跟金海集团继续合作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东央那边给的价实在是太低了 我总不能损失公司利益 来继续跟他们合作吧 我不想听你任何解释 我就问你 这事还能不能有转机 主位 现在金海化工和东阳还没有正式签约 咱们还有转机的可能 你们当中 有谁愿意再去一趟京北 替公司拿回去笔大单 我去吧 疯狂 装什么种 叶峰 别在这儿瞎道 我没有胡闹 我说真的 这次由我去京北 帮你把金海化工的项目追回来吧 陈总 我也愿意去 那既然王东想去 那就你去吧 我不去了 王东 这件事呢就让叶峰去吧 凭什么 我不服 行了 既然程总已经做决定了 你就不要再争执了 三辉 叶峰 你留下 我可把丑话说在前面 如果这次你搞砸了 谭总一定不会放过你 我呢 有几个要求 说 我要下主管陪我一起去 而且一切都要听我的 由我来领导 他来试试工作 凭什么 你这么混蛋 万一对我乱来怎么办 既然下主管这么不配合 那我确实 诚哥 我不想去 公司利益高于一切 一切要服从公司的安排 还有个条件 是 所有的开支呢 都由公司来承担 付得涉上线 行 这个我也答应你 但是你小子别泛滥玩了 要是花了钱 事儿没办成 到时候你亲自去谭总面前解释 行了 我也没别的要求了 明天早上准时出发 诚哥 你看他那个资美鼠眼的样子 万一我们俩到了金海之后 他把人家吃了怎么办呀 谭总对这个事情可是非常地重视 如果这次你们拿下这个契约合同 等你回来之后 我一定在谭总面前替你争取 让你早日登上市长部副总之位 诚哥 你对人家真好 爱死你了 那你到底有多爱呢 今天晚上是不是要好好表现 你讨厌 郑云飞 老子还没和你离婚呢 你要这么着急和这个野男人同居 离婚协议书我已经签好 放在楼上茶几上了 你自己上去签吧 好啊 离婚可以啊 把那五十万还给我 那是我管我父母借的 你根本没资格用 那五十万我弟弟已经花完了 我是不可能给你的 不忍是吧 那你也别笑我过 想和这个野男人出去笑要快活 你看我答不答应 哎呀 姓业的 你是打还没挨够是吧 就凭你这么个废物 能给小飞想要的生活吗 我告诉你 上次要不是郑云飞拉偏价 被你占了点便宜 你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 我告诉你 你捡薄些可以 但你老子得同意 你个废物 你怎么敢打我 信不信我一个电话弄死你 京海 某知名晚托机构负责人是吧 整天和下属不甘不敬的 这个新闻女人 我觉得肯定能上头条的 你 你敢威胁我是吧 信不信我用钱都能砸死你 叶峰 你就是条疯狗 咬完我家人还想要我领导是吧 你领导对你照顾的真无畏不止啊 都照顾到一张床上去了 郑云飞你可以啊 还乱咬是吧 行 我记得你妈妈是不是心脏不太好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打电话给她 让她心脏好好刺激刺激啊 郑云飞 你要是敢给我妈打电话 我就弄死你 你们两个 赶紧给我滚 现在看到你们 我就觉得恶心 一定是正南那个兔崽子干的 郑云飞 我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你的 张思哲是吧 我就好好陪你弯到底 喂 林总 明天我就去京北出差了 可能好几天回不来 大概要几家 具体时间我也不清楚啊 所以我想问问 你要不要多加一个疗程 你怎么把我交到你家里来了 怎么 害怕了 我要是怕 我就不来了 再说了 我是来给你治病的 我怕什么 他平时呢 很少回来 你明天还要早起 得抓紧时间啊 我是来给你治疗的 又不是来报复你的 平躺就行 别紧张啊 这样才能达到最佳治疗效果 你 背后的伤疤是 八年前 北域保卫战时候留下的 怎么样 我这个医生还不错吧 把我彻底治好了 才算你有本事 行了 你在这儿休息 我回去了 等一下 你去京北那边的地址 给我吧 你要是在那边待很久的话 我可以去找你 终于到京北了 这路可累死我了 我查到了那个 金海化工厂的负责人 叫罗成 他吃喝嫖赌全战 他执意要和东洋合作 肯定有引擎 吃喝嫖赌都这样 那他这人身板不错呀 威俗 这就是罗成 罗哥 你好 这位就是下主管对吧 果然和传说中一样漂亮啊 而且还又大又白 摸起来肯定很舒服啊 罗总您夸奖了 怪我啊 太激动了 走走走 我带你们接风去 来来来 下主管 下主管 好酒量啊 来来来 罗哥 下主呢 他也喝不动了 我陪您喝 给您喝好 怎么样 我是让他陪我喝 你们听懂吗 听得懂 那个 夏总 好好陪罗哥聊聊天 啊 下主管 你的腿 平白呀 哎 罗哥 那个 咱们还是喝一杯吧 我干了 这什么破酒啊 是人喝的吗 不好意思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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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这个 没意思 要不 叶老板 今天你请客 咱们喝点羊的 怎么样 行 罗哥 你说喝什么 把最贵的羊酒 拿上来 是 叶老板 没意见吧 没意见 罗哥 您高兴就好 嗯 老板 我们这瓶酒 三万八一瓶 您确定要开吗 怎么 觉得老子喝不起是吗 开 老子喝不了 拿他洗脚 这瓶酒三万八 六瓶酒的二十三瓦 这下伙 明白这是坑吗 还等什么 嗨起来呀 拿杯喝呀 没意思 咱们呀 拿瓶 罗哥 来嘛 一起玩 来呀 诶 挥 organism 哥 咱们就这么走了的话 那金海花工的项目就彻底黄了 罗成那个孙子明显就是坑咱们了 咱们就算把钱都花了 一样拿不到合同啊 还不直接跑了 等一下 马上来了 马上来了 罗总 没找到那个新叶的 他们 他们好像跑了 什么 跑了 听你这意思 就说不想付钱了 别别别 我付得起 我付得起 小哥 我们今天 消费多少钱 不多 也就二十五万吧 二十五万 难道小赖张不成 刷卡 刷卡 快点 密码多少 六个八 怎么了 你干什么 你个混蛋 谁让你出我房间的 我知道了 昨天趁我喝醉酒 先占我便宜是吧 我占你便宜 昨晚明明是你喝多了 死活非要我陪着你 你还狡辩 我狡辩 你看你现在穿的 这么严实 你觉得谁能分离你 你昨天晚上喝多了 喝得跟个死猪似的 我找谁有兴趣 你 你什么你啊 赶紧去收拾收拾 你要知道咱们来是干什么的 你还有脸说 这次金海花工的消费肯定是黄了 那可不一定 这不 还有女人吗 这样总行了吧 总感觉缺点什么 不是 你这么好的身材 你不出去展示展示 那多浪费资源 我让你说八道 好了好了 不闹了 说正事 记住我跟你说的话了吧 为了升职加薪 拼了 可是 他万一把我怎么招了 怎么 你放心 我在呢 不过 怎么 也轮不到他呀 杏燕那小子敢耍我 老子跟他没完 罗哥 你他妈还有脸来 哎呀 人家昨天喝多了吗 今天来刻意补偿你的 少给老子来那套 你们昨天跑了 知不知道我一个人有多丢人 滚 老子再也不想看到你 哎呀 当然是真的了 不过 我不喜欢用这玩意儿 只要你愿意 怎么样都行 那就来吧 哎呀 罗哥 又怎么了 洗一下嘛 洗什么 哎呀 罗哥 你就洗一下嘛 啊 那 咱们 一起洗 哦 罗哥 我之前买了个兔子装 要不 我穿给你看看 不是 我就喜欢 又大又白的 小兔兔 嘿嘿嘿 你等我 我先去洗一下 嘿嘿嘿 不是 这能行吗 你放心 我已经查了 东阳的机械之简 根本就不合格 这个罗程 肯定吃了不少回口 按我说的做就行 小兔兔 我要出来喽 哎 我的小兔兔呢 你不是说 要穿兔子装的吗 罗哥 我听说 你喜欢原味的呀 小兔子装 下次再传给你好不好 哎 有心了 那咱们开始吧 嘿嘿嘿 老总 好兴致啊 你怎么在这干什么 给老子滚 亲爱的 他欺负我 什么 他可欺负你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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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哥 放我一马 咱们合作的事 好商量啊 我和你商量个屁 敢动老子的女人 我先弄死 别别别 叶哥 叶哥 吃药 你放我一马 咱们集团合作的事 好商量啊 你觉得 我会信你吗 要不这样吧 我问 你答 要有什么 让我不满意的 我就把你的手指头 一根一根的切掉 好好好 你问我答 我一定 如实回答 我问你 东阳给你的大型机械 是不是有问题 东阳的水很深 你们两个是 我问 你答 是不是有问题 有 有问题 什么问题 他们给的 都是翻新机 而且里面的配件 都是二手的 所以价格压得很低 你知不知道 这种大型机械 一旦出现问题 会出人命的 我想过这个问题 不过 采购的差价 还有东阳他们给的回扣 实在是太多了 现在 我要你和东阳 切掉所有合作 必须跟飞扬合 否则 这视频 马上就传到网上 其实我和谁合作 都无所谓 无非是 赚多赚少的问题 你们今天知道这个事 恐怕很难走出 京北啊 什么意思 我可以继续 跟你们合作 但是东阳 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这样 我明天 约东阳的负责人 秋三爷 出来见一面 你们如果能搞定他 我就能 正式和你们 签约 好 你走吧 你怎么把他放走了 为什么不让他把合同 直接签了 我自由安排 你安排什么呀 你安排 你算个什么东西 我才是你的领导 我现在命令你 赶紧把合同 给我追回来 你懂什么 我告诉你 现在签字也没有用 不把东阳的事情 摆平 一切都白费 你知不知道 明天有多危险 这样下去 我们都会没命的 那怎么办 要不你被他们去睡 你这么漂亮 身子又这么好 他们肯定都愿意 对吧 你 今儿明天都要死了 那今天就好好说一说 那个姓程的股东西能碰点 我碰不了是吧 你这个婊子 装什么青春 是 我就是一婊子 你以为我想当婊子吗 我爸走得早 我妈不给我饭吃 从小就让我去躺着赚钱 不让我上学 我以为进了费阳公司 我的日子会慢慢变好 但是 我妈跟我弟像 鸡尘虫一样的 剥削我 压破我 我只能拼命的往上爬 拼命的赚钱 这样我才能摆脱他们 我有什么错 对不起 你少来这趟 你就是个 撤头撤尾的大混蛋 我好不容易 拍上程阳这条线 可以过上几天安稳日子 没想到 连你也来威胁我 咱们话说回来 你和程阳 你们两个人 那么欺压我 剥削我 我有什么错误 好 是我对不起你 你不就是看我长得漂亮 看我身材好想睡我吗 睡吧 你今天玩完之后 可以把食品删了吗 你放心 明天我会好好保护你的 你先休息吧 放心 有我在 不会有事的 山野君 合作愉快 干杯 好久啊 我当是来了什么大人 原来是两只大傻猪啊 你们东夷人 在我们大厦的地界上 说话注意点 就是你们两个 跟我们东阳 抢金海化工的订单 我们公司 在金海化工 已经合作三年 是正常序员 而你们东阳 大家做谁 讲究的是个本事 金海化工 选择的是我们东阳 只能证明你们 没本事 所以 你们以自称好 是本事哈 白杆 就这撒瓜俩嫂子 哪个破体骗子 吓唬我 你少说两句 金宝没有紧 金吧 耶嫂 我们两个 交个朋友 你要多少钱 开个家 好啊 我听说 你们东夷的女人不错啊 哦 你们好像 是个黄泉之国家 要不把你们的皇后 交过来 给兄弟 享受享受 白杆 叶峰 你别不识抬举 山野军 已经够给你面子了 你别敬酒不吃 吃罚酒 我还真就敬酒不吃 吃罚酒了 你们东义人 在我们大厦的礼盘上 竟然敢动刀 我要是不管我的话 你们得祸害多少人 下去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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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的皇后 我就不要了 但东阳 以后要是再敢在大厦的地界上撒野 我送你们去见你们蔡爷爷 你 你给我 记着 别过来啊 合同能签了吗 我签 我签 叶峰 你太牛了 我还有更牛的地方 要不要试试 咱们还是先回金海吧 合作谈成了 奖金先不说 你最起码回去能升个副总吧 你不考虑考虑 奖励一下我 你想怎么奖励啊 你和那个程阳 断了吧 我的事不用你管 终于到家了 你今天回去好好休息 明天上班没迟到 好 林总 跟我走 我还没吃饭呢 要不 我 下面给你吃啊 夏主管 那个帮我带下行李啊 我先走啊 你先坐会儿 我去给你做点好吃的 好 你干嘛 揉面呢 揉什么面啊 我们揉点别的吧 哦 甚至 周边 神 神 吃完了 就赶紧收拾干净走人 你拿我当什么了 当你用人啊 不然呢 到底怎么回事 从京尾回来就不让我碰 你是不是跟他 你说什么呢 没有就好 没有就好 你放开我 老程啊 你这一天天的 都吃的什么呀 不得这么好 天天这么折腾 这身体能受得了吗 少他们给我来这套 我才是领导 以后说要给我注意点分寸 领导 什么领导 老子叫你一声 你才是领导 老子不叫你就是个屁 说什么事 今天晚上公司给你们举办庆功宴 以后夏主管就是副总了 你来接替主管的位置 就这么点事啊 老子以后有刺激的办公室 下次 记得主动去汇报 明白了吗 去你妈的 怎么 有事 那个 我想让你帮我个忙 终于知道 我都好了 放心 帮你 帮你满意 你说什么呢 这不是我妈给我介绍个相亲对象吗 我想让你假扮下我男朋友 好啊 那 能假期真做吗 那肯定不行 那 帮不了 那最多只能接吻 其他的不幸 好 走 学青棍宴 这里是公司 你现在是我女朋友 怕什么 对了 那个王东呢 他好像辞职了 走 怎么还没到啊 大壮 你别着急 今天晚上 我一定让你们两个 夏璐遥 你总算是来了 瑶瑶 你腿怎么了 我这来的时候 不小心摔了一跤 我说你是谁啊 你怎么跟我女儿在一块呢 妈 这是我男朋友叶峰 他 他有男朋友了 你还跟我要彩礼 彩礼 大壮 你别着急啊 你看他 黑不刺裂的 你白白净净的 他哪有你稳重啊 阿姨 原来 你喜欢肥头大耳的女婿啊 我说你会不会说话 你要是不会说话 你给我闭嘴 少说两句 夏璐遥 我跟你说 你今天晚上跟大壮的事情 必须定下来 让那个小子给我滚 张不良 我现在是瑶瑶的男朋友 你当着我的面 给他介绍相亲对象 这不太合适吧 你要是想留下来蹭饭 我不介意再多双筷子 可是我怕你自卑啊 对了 瑶瑶 听阿姨说你喜欢手表 我给你买了一个 看喜欢吗 你看看人家 几十万的手表 多才大气粗啊 人家又能干 又体贴 还会来事 阿姨 太客气了 这是我应该做的 来 瑶瑶 我给你戴上 真好 真嫩啊 好看 怎么这么美 干什么事 你他妈的敢打我 兄弟 打女人就不妥了 夏璐遥 我今天跟你说实话啊 说好听点 我今天是过来相亲 说难听点 我他妈就是过来取货的 你妈已经收了我的钱 你今天 你小小气 今天晚上 我一定要瑶瑶 好好补偿补偿你啊 你这是又把我卖了是吧 你怎么跟我商量一下 我跟你商量个屁啊 我把你养这么大 这点权力我还没有了吗 那我不是白养你了 你养我什么了 从小到大 你大牌的钱 弟弟妹妹上学的钱 不都是我赚的吗 那你不是应该的吗 你要是有本事 你就投胎到大户人家去 你要是没本事 就给我乖乖认命吧你 这地方啊 也没什么可待的了 咱们走 杨总 走哪儿去啊 杨总 走哪儿去啊 要不他今天跟我走 要不把那两百万 给我吐出来 我跟你实话说了吧 那两百万彩礼啊 我输得一毛都不剩 一毛都拔不出来 没钱 拿命还啊 瑶瑶呀 我求你了 你就这回帮帮妈妈帮好不好 又来这套 你弟弟妹妹都要考考考了 你不能眼睁着看着妈妈没钱吧 你说是不是 你不想摆脱我吗 那你嫁给大壮 这样 我以后我发誓 我再也不纠缠你了好不好 妹妹要听她的 没人能拦得住我们 咱们走 叶峰 谢谢你 你走吧 怎么了 像我这样的女人 不管跟谁在一起都一样 没有人会真正在乎我的 大壮 我愿意 我在乎你 我看今天 谁敢拦着我们 不是这 大壮 你没事吧 谁敢动 他我带走了 你那两百万 我会管 有一件吗 今天谢谢你了 谢什么 你都是我的人啊 也要搁罩着你 那你不进去坐一会儿 坐什么 坐 还坐的是 真讨厌 你要不进去 我自己进去了 一起一起 喂 贝贝 叔叔 我妈妈还没回家 你能帮我找找妈妈吗 贝贝 你先别急啊 你在家看电视 我和妈妈一会儿就回去 电话里的是你儿子呀 不是 回头再跟你解释 我现在有急事 来 沈总 喝一个 来 沈总好酒量啊 来 来 再来一杯 王总 我真喝不了了 不行 你今天必须给我喝 好 沈总 你要做什么 当然是做 爱做的事 你要干什么 不要 云姐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怎么来了 叶峰 我说你怎么这么快 就从沈青云手上拿下来像吗 我看 是从床上拿下来的吧 风东 你要是因为这件事 为难我的客户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沈总 如果你不想你的公司破产的话 就把无关紧要的人员 赶紧赶出去 别动 别动 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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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姐 到底是怎么回事 王东前两天跟我说 让我终止跟飞扬的合作 转头与东阳合作 我不愿意 他就联合其他的企业 来针对我的公司 比不过就玩这一套是吧 不愧是东夷的鬼子公司 真吓死我 王总 我跟飞扬的合约才刚 我现在心情不好 不想跟你谈这事 王总 我自罚三杯 给您赔个不是 等等 沈总 当初我和你谈合作的时候 你可不是这样对我的 你不是挺傲的吗 当初我像个孙子一样求你 正眼都不给我看一下 那你想怎么样 怎么样 你把这个喝下去 我就选择继续和你谈 你 好 我喝 叶峰 他妈的信念 你别忘了你情人 回去告诉你东阳的主子 我叶峰的客户 谁也动不了 林剑 我们走 今天这晚上好冷啊 对不起啊 云姐 我 不是有意占你便宜 没事 我知道 你不是那样的人 走吧 进来吧 云姐 嗯 贝贝不在家吗 她在家哭 我让她舅舅 把她接走了 你先坐吧 我给你一道杯水喝 好 来 喝点水 谢谢云姐 小枫 你打算离婚吗 嗯 对一个根本就不爱你的人 也没什么好留恋的 你觉得我怎么样 云姐当然好了 人长得漂亮 身材也好 还是个女强人 什么女强人啊 还不是因为家里没个男人 小枫 我能靠靠你吗 好 云姐 其实 我挺佩服你的 可我也是个女人 我也想要被疼爱 这么多年 我的心都快死了 不信你摸摸 我知道你是个好男人 以后我养你好不好 你要我爸 你是嫌弃我吗 云姐 你喝多了 我怕你醒来会后悔 我先走了 妈的这么难 总给我搞这套是吧 哎 叶芳 你怎么来了 我 叶芳 你敢打我 给我干他呀 我看你们谁敢动 你咬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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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 这份 饶了我 我知道错了 叫谁姐夫他 你咬我家的时候 想什么呢 现在知道不干吗 你给我三天时间 我给你恢复原样 保家钥匙给我 好好好 妈的 姐 我被叶芳打了 姐 我被叶芳打了 什么 张哥 你没事吧 干什么呢 一惊一乍的 张哥 刚刚我弟弟打电话来了 说他被叶芳给打了 什么 都知道我是张哥的人 还敢打我弟 张哥 你得替我多叫训 叫训他 他妈的 敢欺负我小舅子 喂 三爷 我呀 四折 我想请你 给我帮个小忙 宝贝儿乖 放心 你们在这干嘛呢 叶芳 你他妈不知道 飞飞是跟我的女人啊 他弟弟 你也敢放 张月飞 你还要不要点逼脸啊 你弟砸了我家 你还有理了 那也是你活该 谁让你打我弟弟啊 我要是不给你点教训 乔乔 你还不知道怎么跟我们正家说话呢 就这撒瓜俩怎么的 吓唬的 好大的口气 你谁啊 三爷都不认识 什么三爷啊 那都是别人叫的 是 我叫熊三 听到我们三爷的名号 胆子都被吓破了吧 是是是 吓唬我了 我知道熊大 熊二 我还知道光头强呢 熊三 什么东西啊 你 你他妈找死啊你 张老爹 往边上靠靠 免得溅了一身血 三爷 你没事吧 这小子竟敢偷袭我 看我一个右边腿 赶翻他 三爷 三爷 你吃了 我刚刚大意 明明没有闪 热身结束 现在我可要动真壳的了 上 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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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我可以选择跟你无条件离婚 那你以后别再骚扰我 否则我对你不客气 我呸 哥 没事吧 他妈不是说你小子是窝囊废吗 我 我 我这兄弟的医药费 你全出了 听到没 是是是 走了 张哥 那我弟弟的仇怎么办啊 还好意思听你的弟弟呢 就因为你姐弟俩这点破事 打得起老子十几万 张哥 我跟了你这么久 难道我还不值那十多万吗 你个臭婊子 你就是个烂大街的货 大街上一找一大把 值老子那十多万 相亲边了 你干嘛的 张哥 怎么了 人家最近学了一个新才艺 想展示给你看 老程啊 你这个习惯值得表扬 说吧 什么事 你先看看这份材料 东阳想要搞我们是吧 我们飞扬的重点客户 现在全被东阳挖走了 这件事情要是再不解决的话 我们三个都得完蛋 当初要不是你们两个招惹东阳 我们怎么可能会到今天这个地方 姓业的 你什么意思 享受着订单的福利 又想搞我是吧 要是没有我们的话 你能拿到这么多订单的奖金 姓业的 你可千万别太过分 要不然我就是鱼死网坡 我也不会用你 任你摆布 好啊 怎么鱼死网坡 你们别再吵了 现在最要紧的是赶紧找到方法 怎么阻止东阳继续抢我们的客户 东阳那边的负责人 是王东是吧 是 三个月 给我三个月 我弄死他 就你 闭嘴 瑶瑶 去给我准备一份 东阳客户的详细资料 越详细越 行 程总 那我去准备材料了 小宝贝 你可吓死我了 赶快亲亲 你醒了 你再睡一会儿呗 材料我给你放桌上了 这是在公司呢 不要这样 他妈的 我说这个臭婊子 怎么不给我亲上 你说 东阳开出这么好的条件 公司迟迟不签合同啊 因为这个孙武 他有一个儿子 想上贵族小学 但是这个东阳啊 迟迟没有给安排 所以呢 这个合同就一直没有签 贵族小学 贵贵就在这个地方上学 我已经想到解决的办法了 你先出去 我计划计划 那好吧 孙总 请 孙总 久仰当名了 今天终于见到了 叶主管 我想你的如意算盘 是不是打错了 我们集团 跟东阳合作 还是跟你们合作 我根本就做不了主啊 孙总 我想您可能是误会了 今天呢 我接着来 但是 除了谈合作之外 还有一个 您儿子上学的问题 哦 是这样啊 我听说 你儿子想上贵族实验小学 这是我能办啊 怎么 东阳老总能办不了的事情 你一个臭消瘦的 你能办 李校长 孙总 您先接电话 一会儿我们俩 喂 李校长 好好好 没问题 谢谢李校长 哎呀 兄弟啊 你可帮了我一个大忙啊 我们合作 就这么定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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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总啊 我希望啊 我们的合作呢 不是因为 我给您儿子找的学校 我希望您是看好 我们的产品 嗯 兄弟啊 你办事效率这么高 我相信 你们产品 肯定没问题 哈哈 孙总说的好 哎 还叫什么孙总 叫五哥 五哥 你帮我孩子上学啊 是帮了我一个大忙 你就是我男人 这样啊 今天这顿 我醒了 兄弟你玩开心 上人 老公好 兄弟 我呢 还有点事情 要处理一下 就先失陪了 你呢 玩开心 哎 哎 你们一个个还愣着干什么 来来来 赶紧陪好我兄弟 都过来都过来 跟你先忙 玩开心啊兄弟 我先走了 哎 哎 风哥 来 吃点水果 风哥 来喝酒 你留下 穿挺漂亮的 刚和我在一起的时候 明显就没这么好看 怎么了 怎么了 被你奶奶甩了 叶峰 之前是我不好 我知道错了 好你个烂货 好你个烂货 我说呢 总不接我电话 原来你他妈在陪他呢 先放手好不好 好像太吵了 我没有听见 放你个屁 我看你就是 有话好说呀 对一个女人 动手动起来干嘛呀 他现在 可是老子的女人 老子想打就打 你管得着吗 老子一点也不想 管你们这破事 这间包房 老子花了钱 你不是老子店的 老子只能想享乐而已 别给我找不痛快啊 行 郑与妃 你给我挡着啊 我回头找你算账 叶峰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们复婚好不好 滚 嫌你恶心 你真的签下了 松武的合同 叶峰 你可真棒 那当然了 这样下去 你很快就能还清 朱大牛的钱 然后出国 摆到这里 你真的很想让我出国吗 出国不是你的梦想吗 怎么了 那我们的关系算什么 算泡影 还是 我只是你的限于工具 当然不是了 我们 那我们结婚吧 我现在只想跟你在一起 我不想出国了 怎么了 我懂了 我现在就把合同 拿给程总看 这个叶峰 还真有两下子 程总 那我先去忙了 瑶瑶 这段时间 我感觉你好像 总是在躲着我 是不是另有心欢了 诚哥 您说什么呢 我这不是想着 赶紧把材料准备好 给曹总送过去吗 不用这么着急 这段时间可把我憋坏了 要不要 让哥哥好好疼疼你 虽然 你这次有点凶 但我能感觉到 你比以前温柔 以前我是为了报复你 现在嘛 我想好好保护你 叶峰 你真棒 棒吗 那我们再棒一下 还要来 叶主管 你有事吗 跟我去个地方 我没空 你放开我 老板 对不起 慢用 好 杨阳来了 你放开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恨她 你现在故意接我山巴 你很开心是吧 杨阳 晓风是个好孩子 你别这样 你闭嘴 杨阳是我爸爸 给我起的名字 你不配叫 杨阳 妈知道对不起你 我也发誓 我不再赌了 晓风跟我说 你要出国了 那个 妈在卡里 给你存了一点钱 密码是你的生日 要是钱不够了 妈再往里面转 你少来这趟 说吧 你这次又想让我嫁给谁 苗阳 你不知道 晓风替妈还了猪大牛的钱 之后啊 还给妈开了这家餐馆 以后妈也不赌了 我不再连累你 这回你就听妈的 为什么 因为你说过 你喜欢我 对了 你们还没吃饭的吧 妈去给你们准备吃的啊 谢谢阿姨 对不起 我不该跟你发脾气 你别擦呀 你哭起来 比平时好看多了 你又欺负我 哎呦虎哥 我肚子好痛 老板你给我过来 哎来了来了 哎呦 你看这是什么 我们哥几个在这吃饭 吃得好着的 吃出这么大一个苍蝇 都吃得反胃了 你说 怎么办吧 老板你说 怎么解决 我们哥仨都吃得有些胃痛啊 你说呢 是想吃白食是吧 你什么意思 你是说我们哥仨 缺你这顿饭钱是吗 哎呦虎哥我好难受啊 你看看 你瞧瞧 我兄弟都使成什么样了 我看你们就是故意来找事的 我们在你们的菜里吃出苍蝇 还不能说了是吧 老板 那你说怎么解决啊 好解决啊 这顿饭 这顿饭免单了 另外 给我们哥三个 每人一万块医药费 想要一万 你们怎么不去抢呀 你咱们找抽手 哎 这顿饭可以给你们免单 但你们别得寸进尺啊 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 很简单 哥几个要是吃不起饭的话 跪下给我磕个头 后厨那些剩饭剩菜什么的 我可以免费送给 但我菜里放了个苍蝇 你们几个意思啊 恶心谁呢 我去你骂他 哎 小枫 算了吧 咱们 哎呀 不行嘛 今天如果放过他们的话 他们肯定还会再找来的 美女 你想怎么教训我们呢 啊 是在这里 把我们按在地上 教训教训呢 还是哥哥 把你带回家 扔到床上 好好教训教训呢 哎呦 你们几个 真挺健的 五哥五哥你没事吧 啊 你竟敢打老子 信不信我一句话 让你这个店 从这个街上 彻底消吃 老爸 对不起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不就三万块钱吗 我赔 我赔 老爸你够带跪手 三万 你把我大哥打成这样 三万就想完事了 那你们到底想怎么样 想怎样 老子现在不但要钱 老子还要你 哎呦 干什么 老太婆 俺吻你八 哎呦 哎呦哎呦吧 别动手 错了 错了错了 现在真的错了 那你说说 藏用怎么进去的 是 是我 我趁你们不注意的时候 放进去的 是你放进去的 然后 那现在这个菜怎么办 我这人最讨厌的 就是浪费粮食 我们 我们吃饱 我们吃饱 扶我起来 吃 等会 苍蝇是你放的 你吃吧 吃火开 哥 都吃完了 你看 这顿饭呢 就算我请你 下次要是再敢等我 飞 不敢 滚 滚 叶峰 今天谢谢你啊 我已经想好了 我也不要收米粉 只要 你心里有我就行了 怎么了 瑶瑶 喝 成羊断了吧 叶峰 我 瑶瑶 我知道请神容易 送神难 要不这样 我跟你一起去和她说 视频 我已经删了 你以后 不要再打扰瑶瑶了 我说叶峰啊 她不过就是个婊子 你想想 当初我玩她的时候 她那么浪 你居然还真下得去手啊 什么 熟能无故 熟能无故 她不过就是个出来卖的 你还真不嫌脏啊 老子这不是在通知你 是在警告你 别打扰瑶瑶 叶峰是个人 他必然是我们在京海的第一打敌人 韩娜 我要求你把风险 给我降到零 是 以后 你要是打着东阳的名号 到处招摇撞骗 我就把你夺碎了为狗 我再也不敢了 今天晚上 去我家住 好啊 请问阁下是叶峰先生吗 是啊 美女 怎么 找我有事 你说呢 小心 美女 好凶啊 美女 好嫩啊 美女 混蛋 不要脸 我输了 你动手 回去告诉那老鬼子 把东南解散了 滚出我们大厦 否则 等我动手的时候就晚了 我需要的是个得力的杀手 而不是一个鲜鱼的工具 丘主人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叶峰 云剑 找我什么事 我以后可能不能陪你了 我给你介绍两个妹妹 你放心 他们不是那样的人 峰哥 以后我们两个就是你的人了 峰哥 我们会好好伺候你的 你什么伺候不伺候的 赶紧走 都给我走 对了云剑 商会的那个地皮项 你敢兴趣吗 你们公司也要拿那块地皮吗 有没有兴趣和我们公司合作 一起开发 当然可以啊 我正在为这件事情发愁呢 这块地皮 这块地皮关系到东阳是否在金海扩建工厂 东阳肯定会全力以赴的 我们不联合 根本就没胜算 那明天我们一起去拍卖会 好 我们家可能要申请一会儿 来了 怎么样了 高层同意你的想法 但现在有个条件 投资的公司不能超过三家 好 那我们 亲爱的 好久不见呢 狗皮高腰 谁是你亲爱的 你可要点脸吧 我都能当你妈了 我就喜欢你这种 我就喜欢你这种少妇 来 妈妈 你 让我喝口奶嘛 你他妈谁啊 敢推我 她是我男朋友 少爷 董事长出门之前说过了 让你少惹事 别管我 小子 他刚才说你是他男朋友 你敢承认吗 我不只是他男朋友 我还是他肚子里宝宝的爹 你怎么 我 少爷 你没事吧 五个来了 兄弟 咱们先进去吧 好 你妈的 爷嗓 何久不见 老鬼子 冲一落面了 爷嗓 你是不是 坐错位置了 那你觉得 我应该坐在哪儿 坐哪儿 叶峰 你是真不知道 自己几斤几两 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看看 在座的各位 哪个不是集团的老总 你一个臭消兽的 做什么做 什么 消兽 小子 你刚刚在门口 踢了我一脚 我还以为你是什么大人物呢 搞了半天是个臭消兽啊 沈青云 你也是够贱的 跟这么个社会底层猪在一起 你也不嫌脏啊 你 孙浩 你别和我说话 真恶心 叶峰 如果不想被扔出去的话 乖乖的把位置 让给山野先生 凭什么 商会什么时候规定 只有会长才能做 我们这些会员 就必须得站着了 是啊 谁都会说 韩会长 偏向这个东营 你们快 给山野先生 哑巴以脏 老板 只有这个 韩会长 我就不算了 开始吧 好 想必大家都知道 我们商会这块地 行了 不用介绍了 我们出两个一 买了山会这块地皮 两个一 这么多 这底下是有黄金 还是有什么东西 直接给叫死了 看来这东洋集团 是志在必得了 各位老板 有没有 比两个亿 更高的价格 两个亿 我出三个亿 三个亿 三个亿 你们飞扬集团 有没有那么多的流动资金呢 老鬼子 我有没有这个钱 不用你操心 小子 你就是个臭销售 你能给公司做三个亿的决定吗 你是不是来搞笑的你 各位 在这么严肃的地方 这个人 他扰了我们的会场秩序 你们大侠人的素质 真的低下 山野先生 小子 说白了 你就是飞扬集团 派来的一条狗 你呀 就别在这儿装了 丢脸都丢到东义人那里去了 各位 我建议 让他滚出去 对 不仅要滚出去 还要给他点教训 让这条狗知道 怎么给上流社会摇尾巴 老鬼子 这王冬怎么样 舔得你说服吗 叶峰 你他们什么意思啊 我什么意思啊 说你是舔狗啊 我知道了 你小子 是不是想 在沈青明面前装一装呢 装自己非常的厉害 我告诉你 这是京海商会 比你那小小的飞扬集团强多了 你就赶紧滚吧 你是哪个儿子 从刚才进门的时候 你就在那汪汪汪的叫 怎么 出门的时候 你爹没叫你做人是吗 哼 你他妈什么意思啊 你再说一句你试试 够了 拍卖还没有结束 实相的话 你就自己出去 别让我叫人把你扔出去 我竟然敢交这个价儿 就说明我有这个钱 韩会长 你身为商会的会长 难道不相信会员吗 各位 太搞笑了 这就是你们这些大下人的利益根性吗 你这么小鬼子说什么呢 这是在我们的地盘 你想死是不是 各位不好意思 我是不是说到你们痛处了 Yes 这块地皮呢 我就不跟你抢 我看你装到什么时候 装 你们这些小国家的人 还真是没见识 咱们大下人 一口唾沫一个丁 哪像你们呀 连自己的老祖宗是谁 都不肯承认 沈清云 你就别帮他找存在感了 他叶峰什么样子 别人不知道 我能不知道吗 钱嘛 赚不着 老婆还给他戴绿帽子呢 你说 你连一只狗都不如的东西 公司的三个业 你能做决定吗 我要是能做决定的 你要是能 我跪下来给你叫爸爸 够了 姓叶的 你刚刚说你能做主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 赶紧打款吧 不可能 飞扬集团哪来这么多现金啊 叶峰 你往这椅子一坐 还真把自己当个人了 飞扬集团的资金不够 那再加上我嘉芸集团 再加上我蓝叶集团 韩会长 时间差不多了 你看看手机 钱应该到账了 现在还有问题吗 不可能 你个破销哨 怎么可能联合三个集团 所以 现在还有问题吗 好 那么 咱们拍卖会结束 京海商会这块地 等一等 刚才不是有人喊着 要跪下来叫爸爸 山野先生 我 叫还是不叫 这么多人可都在等着呢 让我叫他爸爸 做梦 他一个破销兽 老婆都被别人睡了 还敢给我 够了 这里是京海商会 别太过分了 是 叶峰 你可别太过分 他可是东洋集团的主管 说不定 这就是东洋集团的企业文化 就是这么不讲诚信了 大家以后跟东洋集团合作 可是要谨慎一点 各位 不是这样 我们东洋集团一诺前进 王总 请推下你的城啊 山野先生 我 嗯 爸爸 我的好大儿啊 来 爹给你改口飞 拿着 拍卖会已经结束了 你们两个 还不快滚 滚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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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人歇眼的 滚出去 滚 滚 滚 主人别生气 这个叶峰是有点本事的 如果能为我们所应 那就好了 听说这个叶峰是个厚色子族 安娜 你可以好好利用一下你的身体 这个戒指 等一下 我买了新玩具 我去拿 好好 快去快去 没找到就算了 快过来吧 快过来 你明明在这儿啊 是在找这个吗 张思哲 你怎么在我家 你个丧货 我说这两天 怎么不联系了 你他妈的在外边 找个野男人满足你 嘴巴给我放干去 你他妈的还敢打我 姓叶的 你他妈是我老婆 我他妈今天弄死你 尹楚楚 你个贱人 你给我闭嘴 张思哲 你以前在外面 花天酒地 你知道有多少女人 怀着大肚子来找我 怎么 只允许你在外面找女人 不允许我在外面找男人 还有我告诉你 我不欠你的张思哲 我很对得起你了 李楚楚 你确定要跟她是吧 对啊 你不是睡了她老婆 她又来睡我吗 张思哲 我告诉你 她不仅比你大 时间还比你长 跟你在一起的三年 都不如跟她一晚上快活 你 你个不要脸的玩意儿 我他妈撕了你的嘴 离婚嫌疑 我一直戴在身上 赶紧给我签了她 不要 不要我初初 不要我初初 你再回私机会好不好 我们公司裁员了 我在裁员名单上 你不要这个时候离开我好不好 果然 你只会有事才会想到我 不是的 初初 不是的 我还有机会 我们公司的黄总喜欢你 只要 只要你陪她顺一晚 让她别裁我 我就不会被裁了 我保证 我保证以后只爱你一个人好不好 你真让我觉得恶心 她说怎么会看上你 不是的 初初 给我个机会 最后一次了 最后一次 好不好 相信我 初初 签了协议赶紧滚 初初 初初 都说了 让你签完协议赶紧滚 初初 你可能没听说吧 这个吃力排位的小白脸 她跟她的女上司 夏洛瑶有一腿 他们光天化日之下 在办公室他们就 就 我不在乎 为什么 为什么别的男人在外面有女人 你就不在乎 因为她对我好 只要她对我好 就算她把别的女人找回家 我也都无所谓 行 你说什么 离婚是吧 好 只要你陪黄总睡觉 让她别踩我 我就把这离婚协议给签了 你还真不是人的 张思哲 麻烦你搞清楚 这个家是谁撑起来的 只要你现在签了这个协议 才啥还可以分你一半 如若不然到了法院 你一分也别想拿到 好 我签 满意了吧 拿着 你们两个 给我挡战 赶紧滚 张思哲说的都是真的 什么 你跟你那个女上司 果然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滚 你给我滚 叔叔 滚 我让你滚呢 喂 江思哲你个畜生 你放开我 叔叔 敬业的 来城郊烂尾楼 晚了我就找人把林叔叔给轮了 还愣着干什么呀 给我打出去 是 熊子 口你去吧 你嫂 小小子 喂呀 你永远不是太神 承阳您得加入我们东阳 承阳 看到没有 东阳的老总亲自来邀请我 你个小卡拉米 不去也罢 还有啊 你要是动下路 要一根寒毛 弄死 叶嫂 请 这怎么都是什么人跟我扭什么扭啊 我操 叶嫂 我看人一向很准 实事无止 为君姐 我相信 我们两个合作 会非常的完美 我都跟你说了 我是做给那姓程的看的 你们非要找我给你们做稿 那么 我所接受的教育 不允许我这么做 叶先生要是答应和我们合作 钱和我都是你的 要我说 你们东一人 真是 看人真准 怎么还不来 怎么样 没事吧 没事 先坐吧 这东阳集团在金海盘去多年 黑白通吃 想要扳倒他们恐怕没那么简单 警方那边怎么说 事情牵扯太多 我们又没有确凿的证据 警方那边不给报案 证据 我来搞定 随着这段时间 你们三个 一定要注意安全 好 叶先生 这是在干什么 我有东西掉了 招你来了 你帮我一起找啊 被誉为精英人士就这点水平 跟我走 叶峰真这么厉害吗 这个叶峰确实能打 而且他下手还狠 看来确实是个人才 喂 你手下要叛徒 什么 你手下要叛徒 什么 这次能打下税务总的账本 我能压下来 下次就不一定了 放心吧 这里是我的房间 不会有人进来 那我放心什么呀 我在房间里找东西呢 你给我带你房间干什么 你喜欢我 别装了 我想跟你合作 一起搬到秋山椅 搞垮东阳 是的 我是吧 你这太老套了吧 走了 我说的是真的 我手上有秋山椅 所有的犯罪证据 我也是大厦人 他杀害了我全家 将我带到东夷 培养成杀手 我不想大厦 再多一个像我这样的人 虽然你每次装得像个无赖 但你是北域的战士 我相信你不会做出 背叛国家的事情 说什么屁话呢 走了 我有一个账本 少了两页 这两页 正好出现在大厦的虚无局 这个账本 只有你经过上 说 你为什么背叛我 因为你该死 你个混蛋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手上有秋山椅 所有的犯罪证据 我也是大厦人 他杀害了我全家 将我带到东夷 培养成杀手 我不想大厦再有人像我这样 发生什么了 快把寒纳处理干净 喂 秦远 我给你拿封文件 你拿着这封文件 赶快去报警 什么 山野先生 东阳 所有的银行账户 都被冻结了 外面还来了好多警察 我们走 是你 没错 是我 大小陆军 停止抵抗 都被冻结账了 我 感谢观看